在北京边上班边学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要花多少钱如何能快速的拿到驾照 这期我将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我的亲身体验 帮你们防雷避坑 首先没考驾照的朋友有多少 请扣1 又有多少觉得大多数教练脾气差爱骂人 学员还得买滑子上供才能安心学习的 请扣2 后来考了驾照觉得上路真香的请扣3 那我就是123 说回报名驾校 在北京可以选择比较有名的那几家 名字就不说了 不是广告而是我的亲身经历 注意交学费是千万别被忽悠了 里面会有很多班 速成班预约计时班周末班VIP 我推荐选择最便宜的预约计时班 学费是5600 这个班时间你可以自己订 想什么时候学就什么时候学 只要三年内考完就行 预约计时班也分周末班和普通班 但一般驾校的销售会给你推荐较贵的周末班 他会告诉你周末班每周末都能约到车 但预约计时班就很难约到车 可他不会告诉你 只要避开了寒暑假都好约车 我就是等开学那会报的名 确实每周末都能约到车 还有千万别听信他们推荐的速成班 在速成你也得科一考试通过后 等30天才能约到科三考试 所以大可不必 我是每周周末两天都学车 一次三个半小时 因为我不想耽误一整天用来学车 所以我就每天早上5点起 从通州坐班车去大兴郊区学 这样子我上午学完中午就能回家 当然要想赖床的话也可以考虑下午班 还有这个驾校里的VIP班就更坑了 除了能去好点的休息室吃一些水果 就没别的 但一般驾车大家都走了 这个驾校养了超多孔雀 所以那些附加的服务真没啥用 我是自动挡普通班 拿驾照的速度跟VIP班几乎没有区别 自动挡跟手动挡价格都是一样的 只是自动挡更好学 但是不能开手动挡的车 图方便的可以考自动挡 报名人数也比手动挡的少 特别好逾越车练习 再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 现在考驾照是什么样的 我真的是有被震撼到 科技的进步太快了 首先我科目2考试是100分一次通过的 而我的实车练习 从头到尾 身边都没有真人教练 而是一台机器人 科目2五个项目 侧方停车 倒库 坡道 起步 直脚转弯 曲线行驶 前两节课我们是在VR上模拟开车 教练员先会带着一个班的人 讲解一下基本的操作常识和注意事项 后面就跟着VR机器人练就行了 感觉就像是在玩游戏 确实印象深刻 之后我第一次上真车练 操作就已经很熟了 VR训练完后面还有5节课 就都是开真车了 但真车里的副驾是机器人教练 也是教练员先跟大家交代完基本常识和操作事项 之后就跟着机器人训练就行了 这个车的周围都是感应器 只要开错了 电脑会给你立马刹车熄火 非常的安全 我练完觉得教的很准 每次练错后还会谈出教学 告诉你那错了 很多人觉得没有真人一对一代 这个钱就白交了 但是我认为只要科目二能过 操作能记得清楚 谁教都一样 最后就是科三考试 上午去路上考 通过后下午去考理论 过了就能拿驾照 这个理论考试比科一还简单 科一要被1600多道题 科三理论才1300多道 而且大多跟科一重复 题库都是驾校给你限定好的 在APP里背就行了 为之前要看完安全道路课程才能解锁题库 视频建议大家认真看对以后 开车真的有用 考理论时切记 一定要把手机关机 万一手机响了就算你作弊 要等一年后才能再考 科三路考跟科二比也简单很多 只要技术教练员跟你说的要领都好过 路考就是真人教练教了 没有电脑辅助 现在教练跟以前大不一样 跟卖家客服一样亲切 我第一次跟真人教练时 还担心我这车机会不会被教练骂 没想到我一上车 教练的态度就特别好 你好 请系好安全带 就差前面加一个亲 准备开始了哦 科三考前有三次路上训练 每次预约都是不同的教练 可能这个规则就是为了防止 教练向学员要滑子这类事发生吧 虽然每次教练都不一样 但都是统一的亲切友好 而且你每次练完后 系统还会让你对这次的教练进行打分评价 反正现在驾校这套正规流程 倒是有效避免了以前驾校常有的陋习 不管你给不给滑子 都能得到应有的教学质量 以前考试是人检考 现在大多是机器检考 有效避免了很多作弊情况 总之这个驾照能尽早拿就尽早拿 万一以后 末日逃生用得上呢 当然如果觉得开车跑路慢 现在驾校不仅叫开车 还叫开飞机和直升机 直升机的学费是8万左右 固定翼飞机是25万左右 但是驾照考下来 每年还要飞过超过20个小时 要不驾照就得被吊销重考 最后要考驾照 推荐大家去正规的机构去学习 并且不要去交其他驾考平台APP的智商税 比如什么科1密点科2法宝之类的 我之前就交了几百块的这些智商税 但毛用都没有 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祝大家早日拿到驾照 绝对有用就三连一下吧 咱们下期再见